北美金轮 2021年的10月23日 大家好 我是Eric 我是一名北美政治经济的观察者 我是加拿大人 从今天开始呢 我为大家主持北美金轮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是聚焦于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的 以及美中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变化 我们今天一开篇要谈到的 就是一幅旷世罕见的图景 在美国东西海岸的阳面上 到处漂泊着等待进入港口的集装箱货轮 洛杉矶港外的货轮有70多艘 俨然一支庞大的但是瘫痪于海面上的舰队 而图景的另一头 美国大大小小的零售商却在抱怨预定的货物 无法及时到站 眼看这个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消费高峰就要来了 但是商品的储备严重不足 甚至有些商家今年能够拿到的货物 还不足往年的一半 这幅图景的中间是无比拥堵的货柜码头 货柜车们因为等待和混乱不满地按着喇叭 铁路运输被中断 大量的空货柜无法被及时运走 但是与此同时呢 美国的农民们却被告知说 找不到合适的集装箱来运输他们的农产品 海运的价格出现了飞涨 拿一个普通的4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为例 在去年夏天的时候 一个这样的集装箱从亚洲运到北美 价格呢是5000多美元 但是从今年年初开始价格突然迅猛地上涨 到现在同样的一个集装箱价格飙升到了2.7万美元 涨了5倍多 这个使得海运的乘运人的利润出现了惊人的暴涨 世界主要的7家海运公司 今年上半年的利润超过了230亿美元 去年同期是多少 10亿美元 涨了23倍 这个世界因为疫情变得越来越让我们难以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从源头上来分析 从去年开始流行的这个COVID-19 导致很多国家不得不采用社会封锁 来阻止这个病毒的传播 这个当然也大大的打击了各个国家的生产能力 那个时候零售商的库存就出现了大幅的下降 到了今年春夏 各国开始恢复生产 这个是好事 但是呢 这儿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 航运业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尤其是货柜车的数量和司机的人数出现了下降 码头工人的人数也出现了下降 第二 各国的经济生产能力复苏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这就导致航运业出现两头货物不对等的这样一个现象 好 我们先来说这第二个问题 从今年开始 中国产能恢复的很快 于是就有了大量的产品需要从中国运送到其他地方 那中国就逐渐出现了集装箱短缺的问题 但是北美的生产力并没有完全恢复 这就造成从北美没有相应的货物运回中国和亚洲 一开始这些货轮就在港口外等 等到有足够的货物了 再装船再运回中国 但是这个反而加重了港口的拥堵 同时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货轮们发现 还不如赶快回中国再拉一船过来 即使跑一趟空船回亚洲 也比我待在海上干等要强 于是很多货轮又掉头 空船回了中国 走得如此匆忙 会有什么东西忘了吗 对 他们无法带走空的集装箱 等不及了 这个就造成北美的码头 有更多的空的集装箱的堆积 洛杉矶港口堆放的空集装箱 是满集装箱的三倍 而中国那头呢 出现集装箱荒 大家找不到空的集装箱可以用 所以集装箱的价格就随之飞涨 中国又不得不采取了一个令人惕笑皆非的政策 说 你如果运空的集装箱回来 我还付你更多的钱 就鼓励货轮们把北美和欧洲的那些空集装箱运回来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做得过头了 货轮们发现快速的运空集装箱回中国 我的利润比在美国装完农产品再运回来还高 这就反而导致美国一头出现没有集装箱公司愿意装农产品的这个现象 这个反过来导致美国的农产品在亚洲价格的上涨 这个奇怪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的注意 这种巨载涉嫌违法 这种运空集装箱的做法事实上反而降低了有限的集装箱的使用效率 除了货运的不平衡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来自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因为疫情而发生了改变 在疫情之前美国个人消费中大概有8.5万亿是用来购买服务的 占个人消费的70% 比如说看电影 比如说健身 比如说旅游 而只有4万多亿是用来购买商品的 但是随着疫情对人们生活形态和习惯的改变 用来购买服务的消费大大的下降 而且至今没有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购买商品的消费却突飞猛进 从4万多亿上升到现在接近6万亿 上升了50% 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于坐在电脑前点点鼠标就完成消费 换句话说 整个美国的消费生态在改变 这个反映在港口运输上 比如说洛杉矶港 今年估计能够达到吞吐1080万个集装箱的破纪录的水平 运输业的压力增加了 而与此同时 主要负责把集装箱运出港口的货柜车 却因为疫情期间消费能力下降等等原因发生了减少 有些港口甚至负责夜班运输的货柜车因为缺人缺车而导致运力下降了三分之一 白天却因为货运量急剧上升又导致货柜车的拥堵 货柜车司机往往现在要在码头上等五六个小时才能够进港口拉货 这个有进一步的恶化了港口集装箱的堆积 这个就要说到现代航运业体系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航运业的业务量大大的提高 随之竞争也就越来越大 无论是航运公司还是货占码头 大家都会使用一切手段来提高货运的效率降低成本 事实上整个商品供应链都在追求高效 而忽略了荣余 全球化的核心思想就是 以最低廉的成本让你买到最便宜的东西 请注意这儿就包含运输成本 运输成本也必须要达到最低廉对吧 那如何低廉呢 你就必须是最高效的 而在系统论中 你的效率越高 你就意味着容错性 你的resilience最低最脆弱 一旦维持高效的某一个链条被打断 整个系统就可能崩溃或者大大的降级 所以这个拥堵现象是不仅仅发生在码头上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这个原本是一个精确调控的运输链条 就好像公路上一辆挨着一辆 相互距离很近的车流 一旦一个点发生拥堵 拥堵将迅速的扩散到各个其他环节 而这个时候呢 又会刺激一些人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比如说加塞 进一步的就恶化了拥堵 那么在这个海运系统中 就表现为 有一些商家发现货物抵达延迟 他会估计到可能会发生拥堵 就反而提前订更多的货 以防止自己的商品断供 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港口的压力 而港口的拥堵呢 又反过来传播到铁路运输的仓库 和一些货柜车的货站 进一步的降低了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效率 那么这儿就不得不提到 美国在基础建设方面的落后 和它建设的迟缓 比如说 美国西海岸的港口 竟然和紧隔100公里的 亚马逊的配送中心之间 没有铁路连接 全靠货柜车 要求建设这一铁路的呼声 已经十几年了 这条铁路一旦建成 将会大量的减少数以千计的 公路上行驶的货柜车 但是 目前在美国投资基建 是一项非常非常困难的事 造价逼近天文数字 因此根本无人敢设计 早在这个冠状病毒爆发之前 美国在有效运输货物方面 就落后于其他主要的经济体 在2018年 根据对货运代理和货运公司的定期调查 世界银行将美国排在货运能力的全世界第14位 低于4年前的第9位 它在往回退 美国港口的落后 除了它基础建设的问题以外 还体现在它理念的落后 因为保护隐私和商业机密等原因 美国的港口和港口之间 并不分享信息 每一个港口是独立操作 国家政府无法对它们进行相应的调配 而在欧洲最大的港口路特丹港 他们使用了一个信息共享软件 叫Port Exchange 由这个软件来统一管理货轮的路线和装卸点的位置 美国也有类似的软件 叫Port Optimizer 它可以预告三周之后进港的货轮 可以安排相应的装卸和货柜车的转运 但是美国仅有两个港口愿意使用这个软件 因为它们需要保护商家的隐私和商业机密 信息不共享 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主席 叫Dan Murphy表示说 信息共享和更高的透明度 是目前少数的几个没有争议的提高我们这个系统运输能力的主张 另外还必须提到一个原因 那就是西海岸的码头工人工会 ILWU 这个是一个强大的劳动力的垄断组织 它控制着包括加拿大西海岸港口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北美面向太平洋的港口 它拥有15000多名码头工人 而这些人在2019年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猜一猜 他们的平均年薪是17.1万美元 这个和一名加拿大的普通的家庭医生的收入是相当的 这个可能会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 可见这个工会的力量有多大 这个工会的工人们被称为是工人阶级中的贵族 他们如果罢工 就可能造成不亚于货轮阻塞苏伊士运河那样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所以这种工人阶级要是吼一吼那地球真的要抖三抖 在今年7月这个工会和资方的合同就到期了 就开始了漫长的谈判过程 这就引发了很多商家的担忧 因此很多企业的订单就比正常情况下要多很多 反而给航运造成额外的压力 就是担心可能发生码头工人把工 所以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因素有很多 很多业内人士表示说 这种航运业的混乱和紧张可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 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一年 航运业才能恢复到某种新的平衡 这种供应链的危机 货运的延迟 给美国经济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个效果 那就是企业之间的进一步的不平等 像沃尔玛 IKEA 亚马逊 这样的巨型公司 他们不但可以吸收运输成本的上涨 甚至他们还有自己的运输公司来对冲这个困境 但是小公司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感恩节 圣诞节就快到了 很多小公司的订货无法到位 他们就只能自行的承担损失 甚至还有一些工厂因为原材料无法到位 不得不减产 甚至是暂时关门 那么再看中国那头呢 这个航运危机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复杂 除了前面讲到的中国产能恢复的比较快 导致全球产能不均衡恶化 而给全球航运链条带来的压力以外 中国自身的经济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从今年9月开始 中国出现了波及20个省份的能源危机 随着疫情的过去 中国的产能急剧的上升 但是呢 它的电力生产只增加了10% 主要的原因是国际煤炭价格的上涨 严格的环境控制的措施和政府限制电价 这就导致电厂普遍的亏本而失去了发电的动力 甚至位于上海的特斯拉工厂 都被迫因为停电而停产一周 这个影响的范围相当大 中国担心电价的上涨会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 因此一直拒绝提升电价 这个就让电厂亏本的这个现象难以得到扭转 中国转而向俄罗斯购买电力 这个能源危机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复苏 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江浙地区 事实上 包括高盛在内的很多投资银行 已经下调了他们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但是最糟糕的时刻可能还没有来 因为冬天即将来临 无论是居民用电还是节假日的消费高峰 都会大幅地提高中国对电能的需求 中国产能的放缓 将可能会导致商品价格的进一步的上涨 而能源的短缺和对疫情的恐惧导致中国的港口 比如说像宁波港啊 深圳的延田港啊都出现了短暂的停摆 那么这些情况折射到我们北美的消费市场中 消费者将会看到更高的商品价格 而商家却可能在承受更大的成本压力 好以上是今天的北美经论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一周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